好 马上来关心来自于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今天有一名男子来到了立院大门前 拿着镰刀挥舞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立刻连线给主播黄一清 好的 各位观众们也来掌握 今天在立法院周边早上 零星的状况是在早上七点多左右的时候 有一名无姓男子 他竟然是拿着镰刀 在靠近中山南路跟青岛东路口这边 乱挥乱砍 甚至连在附近的遮阳棚都给砍坏了 而他是带着酒意 也因此来这样做挥砍动作 把当时周边的人都给吓坏了 而当时有着目击者看到赶快上前 后来将这个男子给制服 而这个男子他表示说 他就是因为不满学生的巴占立院 所以来这边呛下来看看当时的状况 然后我们追出来 追出来他要跑去 去找到那边 追出地外面那边 我们去多刀 那你们是怎么把他制服的啊 我当海路德啊 对你怎么把他制服的 我会多刀数啊 那然后你怎么 把刀抢起来 就把他要自助他那边等警察来啊 那他那时候有要用刀攻击你吗 他有要找我们 但是我会去抓刀 所以你有抓他 对 我抓起来我们两个人去抓到刀 我们就抢了 他就把他压在地板上 对啊 刀 刀只抢过来 我们就把他压在地上 那很凶的 我们看到目击民众表示当时 这整个状况还好呢 后来是被制服了 而也被警方送回警局 而如果今天早上呢 再更早一点 早上六点多的时候呢 意外的一个状况是教育部长蒋伟明啊 他竟然出现在立法院的周遭 低调的来探视学生 几分钟之后呢 也就离去了 并没有跟学生有太多的交流跟互动啊 而不过他的意外现身呢 可以说是也在当时 引起了小小的一阵骚动 不过在今天早上呢 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天气还不错 不过在早上的周边的这个立法院的人群呢 其实还是在这个三三两两的聚集中 而在稍后十点的时候 在场内 学生团体呢 也将会举行记者会 要谴责国会四大扣 这四大扣是包括了 这个国民党立委张庆忠 林德福林洪池 以及吴玉生等人 主要呢 针对了这礼拜六 他们要举办着人民议会 这个省监督条例 这样的一个诉求 也会再对这个外界做一个说明 而我们也会持续带你来守候 先把时间还给棚内 好 谢谢一期的连线报道 我们稍后也会随时通过连线来 带你掌握最新的消息 功务 功务